疫情延烧有网友爆料一位大陆级配偶从南京返台之后 竟然没有自主管理在高雄趴趴走不但外出吃卤味 而且还到公园运动影片都被po出来了 他全程没有戴口罩 对此陆沛澄清影片是先前拍的 他在抵台周后他都是在家里自主隔离 目前卫生局已经介入了解 但也提醒这个爆料民众他散布陆沛的个资 恐怕也已经触法了 另外目前在高雄总共有13位民众 因为违反了居家检疫的规定 遭到重罚15万 穿黄上衣的陆沛刚从大陆南京抵达小港机场上计程车前 第一个动作就是先以酒精进行全身消毒 但从疫区抵台本该在家自主管理14天 却被网友爆料这名陆沛到处趴趴走 网友po影片指控说陆沛没戴口罩到处乱跑 从2月9号抵达小港机场后 当天晚上疑似到卤味店用餐 隔天又外出运动 统统没戴口罩 质疑对方没有在家自主管理 经常都会来台湾 然后我又是健身教练 然后那些都是我以前拍的 我是当天到了高雄之后就马上就回家了 面对网友爆料陆沛澄 影片都是之前拍的也出示记录表和对话记录 强调自己没有外出 对此卫生局获报后已经介入了解 但也提醒网友擅自公布陆沛各自的行为 恐怕已经触法 另外针对高雄目前防疫状况 卫生局也公布最新资讯 根据统计目前高雄总共有1839人 曾到陆港澳旅游或转机 必须居家检疫14天 但其中有13人被发现违反规定外出 遭到重罚15万元 在配合居家检疫的过程面 他可能跑出去了 甚至去摆摊 做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事务 那这些我们是给予15万的一个重罚 相关单位祭出重罚 就是担心武汉肺炎疫情升温 若是接触民众无法遵守规定 在家自主管理 一旦爆发大规模疫情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记者高雄做报道 134万的肉 尝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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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尾